本節目黃金贊助李漁門贊助播出 好,又回到我們美麗人生張瑪麗了 這個節目每逢星期一的早上就會和大家有分享 今天我就說回我自己的行業裏面的事情 因為其實我做了公司有26年 主要都是做一些商務禮儀、企業形象 另外還有就是餐桌禮儀 我也幫很多人做形象 其中可能大家香港來的朋友會知道 譬如葉劉淑妍女士 十幾年前她在外國在Stanford讀完書回來 就開始會有直選 我也是幫她們的團隊、新聞黨和她自己做形象 我經常覺得她現在的形象 我真的很欣賞 不是因為我教 是因為她本身自己是一個很聰明 和很願意去改變的朋友 說真的她在香港 我覺得每逢有什麼特別的事件 她每次出來提出的意見 或者是她的分析都是很獨立的 這個我個人喜歡 你可以不看得跟我認同的 好 今天我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想跟大家講一講 醫食住行 剛才說了醫 我不再重複 吃了 醫食 我們經常都說 賺吃賺吃 我不知道你有多喜歡吃東西 通常吃東西有個很糟的地方 就是怎樣 就是不敢吃 不想吃 為什麼會是這樣 最主要就是因為我們已經覺得自己 哎呀 會不會吃了會三高再高一些 現在也不是三高很多高 又不是高血壓高糖之類的 高脂肪各樣的東西 所以我們吃東西就要吃得精明 吃得是福 很多人都說 最重要就是看到東西吃得下 不然吃不下就糟了 就會覺得好像人生沒什麼樂趣 那有幾樣東西 其實很多人都經常出一個飲食的金字塔 原來現在已經不再是這樣的了 不過儘管說一說 他們說 通常吃得最少的是什麼呢 油膩東西 炸東西 太多甜的東西 白色的東西 譬如白糖 白麵包 這些盡量盡量沒有吃 那第二樣東西就是他們說 可以吃得多一點的 譬如瘦的肉 或者是雞肉 即是那些加禽類的 魚呀 豆類呀 豆有一樣東西注意 就是有很多氣的 那個肚子 蛋 這些都是健康的 另外還有就是我們很需要鈣質 所以很多人都說 如果喝得奶的我們喝奶 不喝奶的可能就是酸奶 即是那些優格也是很好 那第三類就是我們多吃的 蔬菜 水果 和瓜類 那其實每天 最好能夠吃六至八兩 那我們不要懲罰它 總之我覺得 你就當是一碗 你吃到一碗 其實很好 水果類 大家都現在很喜歡 就是盡量不吃太甜的水果 如果你減肥更加 因為我很多朋友 就長期看著自己的體重 那他們通常 都不會吃太甜的水果 都說每天一蘋果 醫生遠離我 那所以我們就吃蘋果 橙的都是我們經常吃的 是不是 那我呢就都幾喜歡吃 譬如好像菠蘿 香蕉 這些的 不過這些都是比較甜的 很多人以前就說 吃一些 谷類的 麵包 麵包 粉 你一聽到你是不是就眉頭 原來現在很多人是 無犯夫妻也好 無犯女兒也好 原來很多人都是無犯太太 原來哭難都不再吃碳水化合物 又不吃餅乾 又不吃麵包 這些 那其實如果不吃這些 有沒有補充有 那就可以吃豆類的東西 很多東西可以有補充的 不過最近有朋友說 我平時早上 早上都會吃一些叫做蒸蕃薯 我很喜歡吃蕃薯 粟米 那最近有些專家就說 吃蕃薯原來是不可以 跟很多東西一起吃的 我不想在這裡說太多了 因為不是那個人吃蕃薯的 但是我自己的蕃薯 裡面有很多纖維 那很多人就說 吃蕃薯不可以跟 蕃茄吃 吃的蕃薯又不好喝酒 吃的蕃薯又不好吃 就是蟹那些 就是告訴你 很多東西是不可以跟蕃薯一起吃 最主要就是很難消化 很難消化 但是很多人喜歡吃蕃薯 因為它高纖維 好了 養生之道 其實就要知道怎麼去吃 那我們經常都說 小吃脂肪 油糖不吃 剛才都說了這些 那我不再重複了 那希望大家還記住 你要吃得下 最重要是身體就要健康 還有 還有一件事 如果你想皮膚好 第一件事要早睡早起 喝多點水 每天起碼百杯水 洗頭後要吹頭 不然你就很容易有黑眼圈 一後黑眼圈就怎麼裝都不漂亮 還有高纖維的水果 可以幫助我們的腸胃 專家說的不是我說 不過我從小到大都做了 就是以前我在宿舍住 我在保囊局住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都告訴我們 你想不生病 你想皮膚好 最重要是怎樣呢 天天上廁所 上廁所當然是大便 不要介意我說這些 如果你每天不清了裡面的毒素 是很糟糕的 但是有專家已經說了 除了一大小便之外 其實原來一個人出汗 是令到我們排毒排得最好的 所以如果你不能夠做到每天出汗 我想你就要好好地去看看 哪一樣能夠令到你可以排汗 因為原來我們出汗 是把身體的毒素排得非常非常好的 特別是不要吃太辣的食物 但又有人說 皮膚要漂亮就要吃辣的食物 那我真的不是專家 不過我只是覺得 根據每個地方 如果你在東南亞地方 譬如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這些 是比較潮濕的地方 也是很熱的地方 你看到他們是特別喜歡吃新辣的食物 因為一吃辣的食物就出汗了 是不是會出汗了 還有他們說可以去濕 另外在國內、外也好 你會發覺現在年輕人 都很喜歡吃煎炸的食物 香口脆的食物 其實這些一點好處都沒有 尤其是在外面街上買 因為為什麼呢 很多時候他們說用那些 千年油、萬年油 就是炸完油炸、炸完油炸 就是重複用的油 其實是很影響的 如果你在家裡就無所謂 你說什麼都不吃又沒有人生樂趣 但是吃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就是你吃不吃得這些東西 第一件事 油那麼高 還有還要是炸的 那它那個膽固醇是很高的 那你是不是真的可以吃得呢 所以這個也要注意一下 另外我就經常都不鼓勵人家 喝些很冷的東西 因為我們身體 有時候你吃東西的時候 有些油和不同的東西 嘩 你借一些冰冷的東西 其實是很影響你的腸胃的 所以我們最好都是怎樣 喝點暖水 甚至有時喝茶都可以 那很多人就喜歡吃東西之前喝水 那如果你吃東西之前喝水 其實你是沖淡了你的胃酸 所以我們中國人就很喜歡 一邊吃東西一邊喝茶的 那這個我們大家都要特別留心一下 你是不是可以這樣做呢 那我從小到大都不喝咖啡 又不喝汽水的 因為我從小到大在宿舍裡住 只是喝水的 所以就沒什麼機會喝汽水這些東西的 那所以你自己看 汽水的糖分都很高的 那也都是說醫食 我們在說吃東西 吃得就是福教雅都說了 不過呢 在這段時間有人就說 這個方你看看行不行 那很多人都怕那個冠狀肺炎 那他們教呢 就是用十多粒 就是一塊大的蒜頭 拍碎它 拍碎了之後 就當然去掉了那些 然後呢 就用水來滾它 滾到它 即是它馬上會很快起泡的 一起泡就吸住它 然後呢 等它慢慢慢慢呢 就是 冷到可以剛剛 就是那叫暖 你的口可以喝下去就行了 那還有呢 就如果你嫌它的那個蒜頭味太厲害 你可以放一顆冰糖仔下去 哇 又多好喝 而且呢 他們就說 就是預防感冒很好 因為現在呢很多人都開始要打那些叫做感冒針 是不是 就是預防那些 那這些疫苗呢 大家都是特別要注意一下 我有朋友告訴我 他打傷自己都病的 都要病兩個星期的 那我覺得如果你說 自己屬於高危一族的 都值得你去打的 那如果你說 平時都 就是對於健康啊 或者自己的抵抗力啊 免疫能力都是高的呢 那你自己看看 適不適宜去打這些針吧 好 那剛才說的就是 醫食 下個星期呢 跟你說住行好嗎 是啊 住很重要的 我們那個是安樂窩來的嘛 那好了 今天的 《未來人生將馬》 你到此為止 那我就選了一首歌 是譚詠麟的 朋友 OK 下個星期見 祝福你健康平安 煩聲流動 和你同路 從不相識 開始心接近 默默以真摯待人 人生如夢 朋友 如夢 難得之心 幾經風暴 為著我不退半步 正是你 遙遙萬空 點點星光 熄熄上 乖起我那把 驚激暴露 替我解開心中的孤單 是誰明白我 情同兩首 一起開心 一起悲傷 彼此分擔 總不問我 或你 你為了我 我為了你 功夫患難 絕望裡 想追緊握你手 朋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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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